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预测的工作了 那做预测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去调包嘛 然后这块我们也就是不去详细的去讨论 关于调餐的问题 调餐问题啊咱们之前说过了 插着一步子当中啊是不是 我们调餐有这样的策略啊 到时候大家如果想做的时间 想做的丰富一些 我们也可以自己实际动手来调餐 一会儿咱们就拿模仁参数啊 大家看一下我们演示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块就是我导入了一个绘图函数 这个绘图函数当中啊 就是我要画那会儿要矩阵嘛 这个咱之前说过这是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模板了 基于这个模板我们去画咱们的一个图 然后这块就是先相当于是 先去在我构造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获图函数咱们就不一个看了 都是一个模板 到时候大家又来说 就是你也不用去想一看了 就是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改的余地了 直接拿我这个模板去画图就好了 除非你觉得颜色有些差异啊 但我觉得其他的还好 颜色我觉得这颜色也挺好的 你要换个颜色也行啊 到时候在这个之后咱们再说 然后测试机是有一样的构合方法 训练几个测试机啊 它的构合方法都一样的 但是咱们刚才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是不是看到了 我那个测试机想起来什么啊 因为这是一个精彩题嘛 所以说在这个测试机当中啊 它就没有标签 没有标签啊 在咱们做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就对我们来说没用的 我们也不实际的参加竞赛 所以这一步啊 咱也可以省啊 咱们构造这个测试机来说 暂时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我检查一下我的一个数据啊 同样方法检查数据啊 它是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再也不说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要构建一个基础的预测模型吧 比如说我想构造 这个就简单了 这个就是老生常常常的东西了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吧 然后这块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我预测一个年龄 怎么就是预测性别吧 简单吧 景点而分内 相逻辑回回去上嘛 所以说这一块啊 就是把这个唯一可能多了一点 导进来一个混淆矩阵 还导进了一个数据集的切分啊 切分成了我的四大块嘛 训练节测试节 然后构造一个矩阵 过去认完之后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模板 所以模板里边只需要传接两个纸 SKLearn当中啊 就是我们要去进行建模的时候 首先我有一个带测试的一个标签吧 就是带测试的一个 就是我测试的结果和我测试的一个 相当于什么 就是测试你最终预测的结果和真实的结果啊 就是这样 真实纸和标签纸 你只需要把你当前模型的一个测试的结果 这个真实纸 你看真实纸什么啊 就是你的一个原始的标签 Ytest Yprodite呢 就是你的一个预测纸嘛 你只需要把这两个值啊 传进来就可以了 在这两个值当中啊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两个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画图 下面都是模板 这个大家都不用去改啊 就是画这样的混淆矩阵 然后咱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结果吧 这个因为这个只是给大家举 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demo例子啊 所以说很多参数啊 都没有想要去调 因为在其他案例当中啊 咱们是不是已经都调这个东西了 这个就不给大家一个去说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就是对于当前的一个结果 画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啊 就是我模板的一个图 你看说的是性别的一个混淆矩阵吧 混淆矩阵咱们该怎么看啊 是不是说 精度怎么看 精度是对角线 967加591 除上四个方块的一个值啊 这是对于我与我的一个精度 然后呢 除了精度还有什么 还有recur吧 你想检测什么 你看一下它愈没预测的对 就是你关注男性 就是比如说检测到多少男性 我关注男性 检测到多少女性 关注女性吧 像去查权率招回率这个东西 recurge啊 就是看你不同的针对点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算 那这里啊 就是我们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精度啊 接近80% 看起来还可以啊 就是得到的当前的效果 差不多80% 比梦要好一些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案例啊 就是基于历史数据 去预测的情况下 不能不可能说是特别准的 但是大概啊 可能打上这样一个标签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细节啊 都没有去调 到时候大家也都可以来完善一下 因为这个细节相当于是 我们的一个调参嘛 调参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10万的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 想来交入真儿 看一下最终拿到多少 用10万数据 然后呢 再把数据 稍微进行清洗 停用词 你可以考虑加进来 还有这个TFIDF啊 LDA啊 它的一些特征啊 都加进来 然后呢 再把参数调一调 这样我们的一个结果 应该会更好一些的 然后啊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 逻辑回归模型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逻辑回归啊 先试一下 看一下当前的一个结果 看当下结果怎么样 感觉还凑合是吧 然后接下来又干什么了 接下来我用逻辑回归 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局限啊 随机森林吧 随机森林啊 我也没指定啥参数啊 指定一个最大的深度 指定一个 me single split 这参数啊 都说过了 然后建立百个数 看结果吧 这个随机森林 和我这个逻辑回归 从效果来说啊 没差太多啊 都是接近百分之 那样九几的这些样子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 就是你要调算法啊 理论上啊 就是但也但是也不一定保证啊 这个这个大话不能说出去啊 就是理论上差不多啊 不会相差太远的 你说你调了一个算法 这个模型能相差十几个百分点 这不在现实啊 你相差个几个百分点啊 这有可能出现的一件事 一般也就是零点几到几个百分点 如果说不调它的参数的话 调差啊 可能稍微的还会更高一些 然后这块就是基本模型 咱们得到一个结果嘛 相当于预测它一个值 要给它打上个标签嘛 这里啊 我们就只拿这个性别了 给大家举例了 然后因为这个数据也有 流程给大家说过了 到时候大家想拿其他数据 是不是改一下就完事了 流程都是一样的 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还有东西啊 叫做一个堆点模型 这个堆点模型啥意思啊 它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在这里 比如说我给大家打开一个画图吧 咱们来看一下 哇 我这个电脑已经蛮卡的了 现在 最好啊 就是咱们建模有台式机器件 拿笔记本跑这个东西啊 哇 这个东西我感觉太烦了 笔记本这个内存也小 然后有时候内存小的时候吧 你用这个Pandas去读数据 数据量一大 一千万的数据啊 哇 这个东西就除了钱也很困难 经常就是考虑内存这些东西 然后咱来说吧 就是考虑内存的时候啊 就是之前说过了 咱们可以转成flow32格式嘛 32比较省的 然后咱来说吧 就是堆点模型怎么办啊 堆点模型啊 一般情况下 它都分两个阶段啊 两个阶段当中就是 它的第一个阶段什么意思啊 所谓堆叠就是 我们不是用一个算法去做 而是用好多个算法 比如说第一阶段 你可以选这么三个吧 咱们多了画不下 第一个什么啊 第一个是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第二个呢 是逻辑回归 第三个是知识相机吧 随便取三个吧 然后假如说 你有一万个数据来了 一万个 这是你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是你的特征 那然后干什么呢 一万个数据啊 我们这里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干什么 第一阶段当中啊 就是我让这一万个数据 都去跑这三个模型 比如说 每个数据来了 是不是说 比如说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 我纵着画吧 第三个数据 一直到这么第一万个数据 每个数据来了 都有一个预测结果吧 可能这是一个零 它预测零 它预测零 它预测一 可能第二 它是零 零 零 它是一个一 一 它是一个零 零 零 这个样子 什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当前啊 比如说一万个数据来了 这一万个数据啊 都会有三个结果吧 那原始的输入 比如说 它是一个一万乘了三百的 这个三百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 这个三百是我的一个特征啊 原始数据一万乘三百啊 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不会再变了 那新的一个数据啊 新的数据 它就会变了 新的数据咱们想 就是第一阶段 哎呀 跑了三个算法 每个算法都有个结果吧 那一个样本 对应几个结果 一个样本 对应三个结果 所以说这里啊 就是每一个是一乘三的 那最终你得到什么啊 最终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一万乘以三的一个结果啊 得到一个一万乘以三的结果 一万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一个数据样本 个数 它是不会变的 那原始是相当于什么 原始是三百位 它是特征 那我现在第一阶段 得到结果是吗 三位是一个特征啊 所以说第一阶段 就是选一堆 反正选多少个呢 尽可能多一来也可以 选这么一堆的分类器啊 按照这么一堆的分类器 它得到了一个结果 得到结果之后 我就说啊这是第一阶段啊 咱们把特征进行转换 原始就是一个基本的输入特征 现在呢这个特征变了 变成我的一个结果值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干啥呀 咱现在说你说三个结果值 有用吗 我就要一个就完事了 第二阶段再选一个模型啊 随便选一个模型 进行一次预测 一次预测啊 这一万乘三相当于是我的输入了 这是我特征啊 那最终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结果值啊 那不就是一个一万乘以一的结果值吗 它到底是零还是一啊 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堆叠的模型 然后堆叠模型当中啊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大家看这个逻辑来说 应该比较清晰吧 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进行多个算法去预测 第二阶段把算法预测的结果 当成特征 进行第二阶段 再预测出来一个唯一的值 这是我的一个流程啊 但是这个流程当中 大家得想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好像是有这样的问题吧 我重划一下 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是第一阶段 这是第二阶段 那你说你第一阶段的一个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阶段结果 相当于第一阶段训练过了呀 第一阶段训练过了 你再拿第二阶段训练 那好比说第二阶段 训练的结果 是第一阶段结果的基础之上 那我们来想 咱们之前说 技艺学习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过你盒啊 咱们之前先来想一想 我二阶段看的数据 都是一阶段看过的 那这个东西 相当于是不是在训练期当中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 过你盒的问题啊 有这样的事吧 那你说该咋解决啊 咱也说解决翻啊 可能大家刚听这个时候 有一个懵 不知道说什么 咱也来看这样一个事啊 这是我的一个数据集 比如说我给它切分成 这样一个 一二切分成四份吧 一二三四 咱也有交叉验证 这个东西大家没忘吧 这里啊 咱也能跟交叉验证啊 挂上一个勾 那你说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现在 比如说这是 咱们就说 现在有四个样本吧 现在有四个样本的时候 我第二阶段输入是几个样本 还是四个样本吧 那我想要什么 哎呦我第一个阶段 你别用这个四个样本 就是第一阶段 你要这四个样本都看过了 我第二阶段 再用这四个 你看过的东西 容易过你盒吧 那咱咋办啊 咱怎么办啊 咱这样就是 这里我们不建立一个模型 咱们第一点 不是说 这里啊 我们选几个算法吗 咱先说啊 假如说就是选择其中的 这个逻辑回归 这个东西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拿这个一二三去做 可以吧 我说我一加二加三 然后这是什么 去训练我 第一个逻辑回归模型 然后呢 我去拿四做预测 A四做预测 想起来什么 我没用这个四去训练吧 四啊 它是一个测试级 相当于在这里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吧 得到结果 要么是零 要么是一 反正不管他 把这个样本 这个结果拿过来 这就是这个四 然后呢 把这四啊 就拿过来了 然后第二次呢 比如说我拿这样一个 一二四 然后去训练三 那你说这个三 训练的时候 我们看过吗 没看过吧 把这个三 我再给它拿过来 这就是一个三 再把这个三拿过来 那你说这个二 是不是一样啊 这个一是不是也一样啊 按照咱们交叉验证的方式 交叉验证方式当中啊 是不是说 当我在构造一个 验证级的时候啊 它没有被训练级看过呀 那你说我现在 这样一个二阶段来说 我二阶段 需要构造的一个级是什么啊 一阶段没看过的 是吧 那假设说 我第一种算法 选逻辑回归 哎 我这一二三 我去看 去预测四 那四没被训练过 一二四 去预测三那块 再没看过 一二 一二四 一三四 去预测二 或者二三四 是预测一 一样的道理吧 每一次 相对交叉印证 做这张交叉印证完之后 一二三四 是不是都是没有去 经过一个训练过的 都是啊 咱们当前 验证级的一个结果啊 这样就能够降低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就对比了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按照交叉印证的方式啊 去构造 我二阶段的一个输入 这是对其中的 某一个算法 第一个算法 怎么去做 第二个算法 第三个算法 都是怎么去做吧 做完之后 这是第一列结果值 这是第二列结果值啊 就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值嘛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们在做一个 就是对定模型的时候啊 普遍情况下啊 都是 基于什么啊 都是基于这样种方式啊 去做的 其实上你看 我的训练集当中啊 就是比如说 我对于某一个模型来说 对于这个模型一来说啊 就是反正选择中了一个模型 它需要干什么啊 你看它是分了五份 它分成五份的时候 你说它构造 这个训练集怎么构造的 这个图一看清晰了吧 你看第一次 我拿它去做测试 那测试结果 当成我下一阶段的一个 什么 拿成 拿它测试结果 当我下一阶段的一个输入吧 你看这个预测的 这是之前没被训练的吧 这预测的 之前没被训练吧 这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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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都没有训练过的吧 所以说啊 对定模型当中啊 有这样一个要求 就是你二阶段的一个输入 一阶段 你不应该以前给我看过 这就是有这样一个前提 那你说对定模型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先有模型一到模型五 现在五个算法吧 逻辑回归 知识相机 random forest 神经网络 辣马气糟 一堆算法都来了 在用这一堆算法的时候啊 你看 就是很明显流程吧 最终形成什么啊 形成了一个新的训练级嘛 形成的训练 训练级当中啊 拿这个新的训练级 进行一次训练 然后再去预测 我们的结果 就完事了 也就是说啊 我们整个流程 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给第二阶段 提供好 它的一个特征的 第二阶段呢 用一阶段 它不同算法 预测结果 当做的特征 来去最终 进行一个预测 就是这样一个事 那你说在这个流程当中啊 这块就是 我们做一件什么事啊 类似于交叉验证 去构造我们的一个训练级吧 它就是 在对对模拥当中啊 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啊 也不难 其实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块 我们也来试一下吧 就按照刚才的想法 去试一下呗 选了三个 选了三个这样分类器啊 因为这个 最比较简单啊 就是直接没有去调参数 直接把这个 三个分类器拿来了 三个分类器拿来之后啊 就是先把这三个分类器模型啊 先都实力化出来 实力化出来之后啊 然后你要干什么 然后的话 就是啊 这个东西 这块 这个我不需要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说 你要分别构造模型啊 怎么构造啊 按照上面的方式去构造呗 类似于交叉验证 是吧 所以说啊 你看到这块 咱这个东西 以前在哪用啊 总是在那个什么 总是在那个交叉验证 那个地方去用啊 所以说 这块 拿出来 为了什么 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 类似于交叉验证的一个工作嘛 然后这块 就是我写了一个 S-tune和一个S-test 就是说 对于我的训练级 和我的测试级啊 我都需要去 因为我还需要自己 去做一个验证嘛 所以说 在这块 我自己引入了一个测试级 相当于是测试级 跑下结果 测试级跑后面结果 最终啊 得到一个 最终的一个精度值 然后呢 这块 就外层 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循环吧 外层的一个复循环 什么意思啊 在我的一个 外层的复循环当中 就是说 针对于 哎呀 每一个算法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引入三个算法 罗纪回归知识相机 然后还有 罗纪回归知识相机 还有什么来着 Random Forest 就是还有随机森林 用这个三个算法 所以说 对于外层循环啊 就相当于是 我针对于这个三个算法 然后分别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呢 里层复循环啥意思啊 里层复循环啊 你是不是说 你看 对于模型1和这个 模型5来说吧 每一个 每一个模型啊 都要去做交叉印证吧 那你说 你做几折呢 你做一个五折的 是不是要写五次循环啊 得了五个结果啊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 你看里层复循环 4J第几次吧 还有Train Index 还有Test Index 这什么意思啊 每一次啊 咱做交叉印证 选四份做训练 另一份做测试吧 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啊 你看这个复循环 相当于什么意思啊 咱们要做交叉印证 拿到我的一个数据了 在这块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 你看在这块 就是X寸和Y寸等于什么 用我的Train Index 给你拿到手吧 那你说这个 然后去训练一下 我的数据集 那你说预测结果是什么 预测结果 就用你的一个Test Index 然后去测 不就完事了吗 你看Test Index 把数据拿出来 把数据传到我的预测当中 得到了预测值 这一会儿就是我们 下一轮的一个数据嘛 它就是这个意思啊 再把数据组合在一起 这不就完事了吗 组合在一起 那最终 我还有当前的一个预测结果啊 这我都给它拿出来 那最后啊 是不是说 我再选一个分类器啊 最后就是 这里 这个两个复印环 完之后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训练完了 第一阶段了 第一阶段完之后 我去 有了一个数据 Strain 就是我这个第一阶段 和的一个输出吧 做模型都堆在一起了 Strain是我第一阶段输出啊 有了我第一阶段输出之后 再构造一个分类器 是不是就预测一个值 这就完事了啊 这就是我 我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然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结果 因为我没有详细去调 结果没有调参情况下 一般是吧 0.7有6 比原来高了0.1是吧 所以说当前啊 就给大家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堆叠模型该怎么去用 因为在今天当中 我也看过就是 堆叠模型啊 用的还蛮多的 基本上都能够提高几个百分点 这个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你每一个模型啊 你都需要把参数给调好 而且呢 堆叠模型一般啊 就是多一些 三个看起来太少了 尽量啊 就是五个八个十个 都可以往上去堆 那这个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堆叠模型啊 是怎么去做的 这张图啊 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就看到了 我们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堆叠的 完成这样一个堆叠之后啊 我们最终预测出来一个值吧 预测出来一个值 相当于啊 我就知道了 当前这个人啊 他的一个标签应该是什么吧 比如说在他的性别当中啊 他是一个男的 还是一个女的 这就是我们做了非常简单的一个 最激稳的一个英文的画像 去判别啊 他的一些静态的一些属性 相当于是年龄啊 性别啊 他的一些学历 然后根据于啊 他的一个历史行为的一个数据 而这个数据啊 大家也有 然后到时候啊 大家都也都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能不能把这个模型啊 进行一个提升 或者说 我刚才不是说用world2vector去做的吗 我们能不能加特征啊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把更多特征啊 都给他加进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代目啊 给大家说了一下 用户画像啊 这个事儿 以及呢 这个事儿啊 咱们该怎么去做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机学的方法去啊 去自动的 以系列的预测出来 这样一系列的标签啊 普遍都是机位啊 这样一系列的行为数据的 好 好